籃球、足球、棒球都打膩了嗎 那就讓我們換個口味來打打新時代的躲避球吧 最近開放短期測試的 EA 新作《躲避球特攻隊 Knockout City》 是一款全新的躲避球對戰遊戲 但可不是像傳統躲避球那樣分成內場外場互相職球 而是在一張地圖上展開一場宛如大逃殺的丟球大陣 玩家可以在地圖中四處奔走減食在地圖上的球 透過蓄力瞄準機制將球用力丟向敵人 不只是可以直直的丟球 搭配旋轉和翻滾 會丟出上取球或側取球暗算對手 也可以接觸對方或隊友的球來個快速反擊 不過當你搶到各種性能的球時 戰況可就更不一樣囉 場地上有聚集球、月亮球、牢籠球以及炸彈球等等 這些球都有著不同的能力 例如聚集球雖然只能夠射出直線 但只要瞄準過就能夠達到極高的射速 不過威力最強的就屬於隊友自己變成的球了 當玩家手上沒球時 隊友可以自願變成球來攻擊敵人 只要成功遜力 就會將隊友變成威力強大的核彈 一口氣轟炸大量的敵人喔 未來政治版將會有更多種類的關卡 以及特殊模式 躲避球特攻隊預計在5月21日正式發售 不知道這款EA的全新作品 會不會帶齊播躲避球的熱潮呢